中共兩會走向尾聲,民眾說好像在看一場戲。 北京逼港府通過23條,專家揭中共多種恐懼。 以色列說,哈馬斯不會釋放全部人質或用錢財交換。 國情之文演講租打斷,美國金星父親被捕。 俄學生用親烏克蘭口號命名WiFi網被判入獄。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11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兩會走向尾聲,中國民眾紛紛抨擊北京當局做秀武底線。 也是在最近的會議期間,中國爆出多宗大事件,引發輿論嘩然。 3月10日,在會議召開期間,有男子開車衝向中南海新華門, 口中高陷殺人反共產黨,控制中國人,被X平台網民稱為孤勇者。 還有人士從台下衝擊主席台。 有網民評論說,猜測這個是上訪沒結果,被迫成這樣的。 也有民眾看短片,指出男子開了一台特斯拉, 只有一個人就這麼大震著,多幾個人衝,肯定難不住。 新華門男子成為彭立法2.0。 人民大會堂風景這邊讀好,但外面是民不聊生,官逼民反。 時評人周曉輝說,中南海是中共高層辦公的地方, 雖然新華門距離習近平等人辦公的地點還很遠, 但開車衝擊中南海顯然非同尋常,且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不知道什麼時候,習近平肯視察為民新華門官兵的時候曾強調, 新華門責任重大,使命光榮,不容有失。 現在新華門出了這樣的大事,習近平會不會震怒呢? 在3月6日,中共兩會經濟主題的記者會上, 一名坐在記者人群第一排的女子突然起身衝向主席台, 隨後被前排人員快速攔截,衝擊會場的女子的身份不明。 對此,民眾評論說,今年的兩會各種事件頻發,看來有很多人不滿。 前排的都是便衣和工作人員冒充的記者,以後記者會可能禁止記者參加了。 在會議期間,中共的謊言連連露狹。 民眾表示,現在看兩會就好像看戲,兩會官媒給出的信息需要反著來看。 雷美民眾將拿對美國之音說,因為你連國家真實的一面你都看不到, 真實的社會你都看不到,然後也無法發表自己真實的言論,所有的東西都是虛假的。 上面就是一個大的黑社會領導者在騙我們,整體就是一個大編局。 本屆兩會期間,關於傳染病、經濟、就業、中共官員被撤職等多領域的問題,都成為敏感話題。 經常出現兩會代表樂方意圖的局面。 10日消息,在台灣代表團開放團組會議上, 港媒記者的喊聲就令遼寧省台聯會會長周琦嚇了一跳。 還有記者追問有關秦江去了哪裡的話題,令中共駐美國大使謝鋒 和駐聯合國代表將軍嚇到連連擺手樂方意圖。 來自南京的常先生認為,看兩會就好像看了一場戲。 雖然會上所有東西都是排練好的,但是排練得再好, 還是會有一些跟排練不一樣的事發生。 他也提到,好像上次二十大前總書記胡錦濤被請了出去, 這些事還是很吸眼球的。 常先生已經出國多年,他表示自己曾經是個小粉紅, 現在成為民主人士,已經出國十幾年。 出國前的自己就好像一隻青蛙。 一旦離開了那個井,發現外面還有這樣一個廣闊的世界, 肯定是不願意再回到那個井裡面去。 美國公民葉先生說,關於兩會的報導, 只有在外國才能看到更具批判性的言論,聽到比較均衡的聲音。 他說,看到兩會之後,珍惜美國投票的權利, 中國的決議以鼓掌傳票通過是走過場。 代表們本身接觸到的信息就很單一。 人大代表無法好好的代表當地群眾的意見, 美國的議員就截然不同,他們公開表達自己的立場。 敢於批評執政者,他們的支持者也能自信公開的表態,不怕會遭遇不測。 也是在兩會期間,中共當局宣布取消總理記者會。 程式設計師藤子媛說,在言論越來越緊的情況下, 人民利真相也越來越遙遠,連僅有的合小途徑都被關閉。 一個餐廳全部是五星級的好評,你肯定會懷疑是假的。 中國就是這樣,所有人拍手叫好,傳票通過的時候,我反而覺得很奇怪。 在北京的高壓之下,港府火速推進《基本法》23條立法。 8日早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正式公告, 並提交立法會審議,9日、10日每天8小時繼續審議草案。 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法學博士桑普表示, 23條立法對香港的人權有毀滅性的影響。 這個舉動等於令香港政府自著於自由民主世界。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重新要盡早完成立法。 有媒體引述港圈傳言說,當局希望在4月15日, 中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前完成立法。 桑普對希望之聲表示,江蘇、張家港事件、貴州的大火都看到, 民怨已經升高到反抗的地步。 港府推23條來自中共當局指示,希望鎮壓香港給中國人看,給全世界看。 美國今年11月5日就大選,如果川普當選,可能對中國的政策會更加反抗, 而且是更加掀制中國,美中關係會陷入冰點。 我覺得,中共現在是造成一些既定事實,多拿一些籌碼, 希望以後與美國有回旋餘地。 所以它對香港的鎮壓,在這幾個月會不斷地加強, 想將香港鎮壓得復復貼貼,來爭取與外地談判籌碼, 也是避免中共黨內的權鬥,因為它怕。 桑普認為,雖然現在你強攻順服從, 蔡奇、李鴻忠、王小強和苗華,都是為習近平晚首視瞻。 但如果有一天突然之間,習近平變弱, 他會擔心那些人會不會用打著紅旗反紅旗來將自己鬥倒。 所以香港這個地方如亡次在背。 中國經濟這麼差,民怨的聲音這麼大, 習近平想借機會趕快將它滅了。 212頁的條文傳聞8號正式曝光, 包含叛國、叛亂、煽惑中國武裝力量成員叛變, 勾結境外勢力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攝取和披露國家秘密,最高可判無期徒刑。 草案就境外干預有明確規範。 這些內容在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 2020年頒布的《香港國安法》中並未含蓋, 與《香港國安法》相同。 草案的多項條文寫入域外效力條款。 此外,警察將獲准在法庭授權下, 將未被起訴的國安案件嫌疑人拘留調查最多16日, 多於一般罪行的48小時,並可限制嫌疑人諮詢律師, 以國安為由,宣告禁止個別組織或企業運作等。 桑普認為,《國安條例寵案》將中國行政拘留的規定套到香港, 以前在香港居捕之後,48小時內一是釋放,一是送官機押, 由法官去判斷,將中國的行政拘留香港化, 所以情況會很壞,後果非常嚴重。 桑普表示,由於中共干預香港的一些國安法在押人士, 現在連減刑都沒辦法,不但是未審先押的期限完全超過了規定, 同時根本沒辦法預算什麼時候能夠出來。 這個才是整個23條立法最惡毒的地方, 對香港的人權系毀滅性的影響。 它認為,香港的情況還會惡化。 你如果看到封關、斷網、社會信用系統全面的展開, 香港已經完全淪陷,和中國其他城市一模一樣。 所以香港很多境外的媒體都已經部署,甚至已經將記者撤出香港。 很多外資因為中共的反間諜法和保守國家秘密法撤出中國。 我覺得,如果23條立法之後,香港也成為一樣的法律管轄的地方, 一定會撤出香港。 所以香港不會像香港政府說的,城市經濟日夜都繽紛。 不會這樣,也是會非常的沉淪下去。 我不能夠說華民不聊生了, 但是你自著於自由民主世界成為中國的禁戀,結果是不堪設想。 以哈雙方的加沙人質談判陷入膠著。 3月10日,以色列談判小組成員表示, 哈馬斯在談判期間宣稱不會釋放所有人質。 同時,以色列考慮透過個別協議支付大量資金來換取釋放人質。 英國電信報引述以色列談判代表的講法稱, 哈馬斯根本不可能達成協議釋放10月7日被劫持的所有人質。 這些人質現在成了哈馬斯領導人和他的家人為一剩下的牌, 他們以人質做盾牌來保障人身安全。 消息人士補充說,即使哈馬斯同意釋放所有的俘虜, 他們也會作弊。他們會假裝突然找到其他人質, 並聲稱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10日的報導說,以色列據信留在加沙的136名人質中 只有60名人質還活著,但被關在不同的地方。 其中一個方法是,以色列可以嘗試直接溝通控制人質的綁架者達成協議, 對他們提供大量金錢交換生存者, 同時盡可能地向哈馬斯領導陳斯加壓力。 自上星期以來,哈馬斯拒絕交出幸存人質的名單。 之後,以色列決席了在開羅舉行的會談。 9日晚間,以色列摩薩德局長巴里亞在會見CIA局長白恩斯之後發表聲明說, 在現階段,哈馬斯好像對達成協議不感興趣。 聲明也指出,現在哈馬斯作為一支軍隊已經不復存在, 他沒有通信,無法控制部隊,一切都非常分散。 如果沒有扣押人質,那麼哈馬斯的作戰就已經結束了。 現存的人質問題阻礙了徹底消滅哈馬斯的行動。 日前,拜登政府舉行國情之民演講,期間遭到一名來賓強烈打斷。 據悉,打斷國情之民演講的男子是一名美國金星父親。 他在國會召開會議期間,不斷發出喊聲,隨後遭到國會警察逮捕。 在7日,拜登國情之民演講期間,講到今天的美國比我想任時更安全。 而黎富伊站起來,不顧保安人員的反對,反覆大叫阿比基特, 和美國海軍陸戰隊,此舉令演講中的拜登手作停頓。 隨後沒多久,國會警察將黎富伊帶來現場。 據悉,51歲的美國男子黎富伊的兒子在服役期間喪生。 之後,他成為了一名獲得金星勳章的父親。 2021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期間, 他的兒子是首位阿比基特國際機場的其中一名海軍陸戰隊成員, 在阿富汗撤離期間,當地遭到恐怖分子爆炸襲擊, 而黎富伊的兒子不幸離難。 黎富伊被帶來眾議院遭到國會警察以擁擠、妨礙或妨礙他人的輕罪指控逮捕。 這項罪行最高可判處500美元罰款和90日監禁。 當日,黎富伊作為眾議院外交事務問責和監督委員會主席、 佛州眾議員馬斯特的客人出席。 在事件發生後,馬斯特解釋了他將這名金星父親帶到國會大廈的理由。 馬斯特說,通過邀請這名來賓參加國情諮問演講, 我想要提醒拜登總統他對國家安全和美國家庭造成了傷害。 俄烏戰爭僵持,普京政府啟動思想控制,在國內打擊異己。 近日,莫斯科一名學生因為將自己的WiFi網路重新命名為 榮耀屬於烏克蘭而被送入監獄。 俄羅斯法院認定,22歲的莫斯科國立大學學生塔拉索夫 犯有公開展示納稅標誌或極端主義組織標誌罪, 並判處他10天監禁。據悉,在去年10月,塔拉索夫為學生宿舍購買了路由器, 並在安裝時將他的名稱更改為《榮耀屬於烏克蘭》。 這個舉動遭到莫斯科國立大學的保安人員發言上報, 並對路由器的所有者進行了搜捕,沒收了有關工具。 塔拉索夫最終遭到俄羅斯內政部反極端主義部門依中心控制。 自克里姆林宮在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以來,當個禁止反對克里姆林宮的抗議 和親烏克蘭口號出現,幾千人因此遭到罰款和監禁,其中一些人只是舉了一張白紙。 今年2月,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在北極地區監禁期間去世,幾千人參加了他的葬禮。 之後,幾十名俄羅斯公民因所謂抹黑俄國軍隊名義遭到政府逮捕。 俄羅斯人權監測和法律援助機構指出,在過去兩年來, 俄羅斯全國已有近2萬人因反戰抗議活動被拘留。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消費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